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最后的生皇者2 全14个保险箱的密码攻略 那么第一个保险箱是在爱丽和Dina第一次巡逻的时候 这个地方你肯定不会错过的 这里有包子 那么走进去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本月最佳员工 往右边看的这个房间里面就有第一个保险箱了 好的 那么这个保险箱的密码是072013 那么这个密码是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旁边的桌子上是有个遗留物的 上面是有密码提示的 然后你回去看一下狗狗获得本月最佳员工的日期 这个日期就是密码了 第二个是爱丽第一次到西雅图路过的银行里面 这里有一个金库的大门 你肯定不会错过的 密码是602306 对的没错 这就是第二个保险箱 不得不说开这个金库的大门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实际上旁边是有个遗留物的 但是这堆抢费它想抢银行 所以说上面就是金库的密码了 第三个保险箱在西洋区的大门里面 旁边是有个提示使用咱们的密码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出备忘录来看一下 保险箱的密码就是0451 和这个保险箱相关的遗留物是在法院的旁边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遗留物的 旁边的闪闪的问号就是保险箱了 第四个保险箱在法院里面 法院里面有个房间 你需要砸开窗子爬进去 在桌子底下就是个保险箱了 密码在房间里面的白板上面可以看得到 860722 第五个保险箱在前面的这个屋子里面 这附近有很多伴雷要小心一点 在屋子里面你会发现一份遗留物 上面说把Stacy的电话号码作为密码 接下来你到旁边的卫生间 就可以看到Stacy的电话号码了 保险箱就在隔壁的房间里面 密码就是550133 第六个保险箱在前面的这个修持场里面 那么现在是西雅图的第二天 这个保险箱的密码是308265 那么这个密码是怎么来的呢 当你走到侧片区域的时候 左边这个屋子里面是有一份遗留物的 那上面就有密码的提示 第七个保险箱在左边的这个酒店里面 在其中一个房间的衣柜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保险箱了 这个保险箱的密码是831008 同样的附近也是有一份遗留物的 上面有提示的密码 就是结婚纪念日 在床头是有一份日历的 上面有提示结婚纪念日 第八个保险箱在前面的这个商店里面 在柜台你会发现一份遗留物 一份留言 上面就有密码的提示 从旁边的小洞装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保险箱了 密码是385523 第九个保险箱是在西雅图的第三天 当你驾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右边是有个保险箱的 同样的你在二楼会发现一份遗留物 上面就有密码的提示 当你挑下来了之后 就会看到保险箱了 密码是701264 第十个保险箱是爱比在西雅图的第一天 当你来到房车这里的时候 里面有一份遗留物 里面就是密码的提示 当你从房车出来之后 保险箱就是在前面的这个房子里面了 这个保险箱是棕色的 密码是173807 当你来到这一片巷子的时候 第十一个保险箱在左边的这个商店里面 打碎窗户了之后 你就可以走进来了 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保险箱了 密码是689689 要取得密码提示 你需要到对面的古董店 这一楼的巷子上面是有一份遗留物的 上面就是密码的提示 随着剧情的发展 你会来到邮轮这里 这里面就有第十二个保险箱了 密码是907701 在你上的甲板找保险箱之前 你会经过一个地方 这里有一份遗留物 上面就是密码的提示了 好的 现在是爱比在西雅图的第二天 当你来到这一片区域的时候 这个房间里面就有第十三个保险箱了 同样的在旁边的桌子上 你会发现一份遗留物 上面就是密码的提示了 他家的门排放是302 隔壁的是304 所以说密码就是302304 接下来爱比会有个空中特技挑战 那么很不幸的是 他不小心从高处跌落了 所幸的是下面有一个游泳池 救了他们一命 不过这个楼层连猎父都没来过 是个很陌生的楼层 这个楼层有一个房间是健身房来的 墙壁上面有WiFi的密码 接下来你来到旁边的餐厅 在厨房有一份遗留物 上面就是保险箱的密码了 接下来你来到保洁的工具房 这里面就是第14个保险箱 也就是本座的最后一个保险箱了 密码是121879 待会你会解说一个奖杯 叫保险箱大道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主要调容了全部14个保险箱的密码攻略 最后呢感谢大家的收看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关注奥博主的Facebook 粉丝空间还有推特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